原警手持棍棒毫不犹豫猛力一擊 急破車窗破開車門 警力瞬間圍上將人壓制下車 20號下午台南永康分局旁邊工地 警方接獲檢舉有非法移工群聚出沒 鎖定可以鑲行車後 發現他們就在警察局門口 馬上呼叫警力支援 因為怕移工反抗波及民眾 巡邏器機車多方包圍 當機立斷破窗逮人 車內總共5名失聯移工 一個不漏通通在警察局旁邊被捕 警方也呼籲工地小包商 千萬別為了節省成本 雇用非法的失聯移工 因為失聯移工為了避免被遣返 被發現通常都會激烈反抗 如果造成傷亡 後果不堪設想 記者賴冠章 蔡雙吉 郭宜珍 台南報導